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领袖节目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首先,我们聚焦中东 随着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猛烈轰炸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了一项三阶段的加沙停火协议 旨在缓和紧张局势 同时,以色列与埃及也在商讨冲开拉法口岸 为加沙地带提供援助 局势变幻莫测,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接下来,我们关注以色列内部的政治动荡 以色列提出的三阶段停火协议 引发了极右翼财长斯莫特里赫的强烈反对 他甚至威胁要解散政府 美国、卡塔尔和埃及则敦促以色列与哈马斯 尽快敲定停火协议 这场政治博弈将如何收场?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我们转向乌克兰 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已有106个国家或组织 同意参与即将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 但他对中国未能出席感到失望 泽连斯基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公开批评俄罗斯破坏和平努力 并感谢美国等国的军事援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经济日报报道 在以哈战争中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了由以色列提出的一项三阶段加沙停火协议 然而,以色列军队在拜登宣布后 数小时内加大了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攻势 出动坦克和大炮袭击拉法 法新社引述巴勒斯坦民众的报告称 拉法西部的Talaji Al Sultan社区由坦克开火 拉法东部和中部也发生了猛烈炮击 当地居民描述 空袭和炮击从深夜持续到早晨 局势极为危险 联合国报告称 在已军公司前 多达140万人在拉法避难 最近的袭击导致100万人逃离 埃及官方媒体表示 埃及将接待以色列和美国官员 讨论重新开放拉法口岸 这一口岸是向加沙地带提供援助的重要管道 《经济日报》继续报道 美国、卡塔尔和埃及 敦促以色列与哈马斯敲定三阶段停火协议 但以色列极右翼财长斯莫特里赫威胁解散政府 拜登表示 协议的首阶段为停火六周 以军将撤出加沙人口稠密地区 并释放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 以换取部分以色列人质 第二阶段双方将交换所有剩余人质 并展开永久停火 第三阶段包括加沙重建计划 及人质遗骸归还家属 哈马斯表示 如果以色列全面撤军 并明确承诺重建 加沙流离失所者可重返家园 哈马斯将积极处理永久停火的提议 然而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坚称 结束战争的条件 包括摧毁哈马斯的军事和治理能力 并释放所有人质 极右翼财长斯莫特里赫和国家安 全部藏本格维尔反对任何在哈马斯被摧毁前打成的协议 威胁 推出政府 香港电台报导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已有106个国家或组织同意参与本月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 但对一些国家领导人未确认出席感到失望 特别是对中方不参加感到失望 在新加坡的向格里拉对话会上 泽连斯基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谈 讨论加强乌克兰防空系统 对乌军事援助及双边安全协议准备等议题 北京方面 外交部表示 中方提出的三项要素 包括和会要使俄乌双方认可 各方平等参与 公平讨论所有和平方案 认为会议安排与中方要求 及国际社会普遍期待 存在明显差距 因此难以参会 网易报道 5月31号 特朗普成为美国史上首位被判有罪的前总统后 曼哈顿下层的法院外 抗议者之间发生了激烈对峙 这一历史性事件 让美国大选进入了混乱的新阶段 而AI深度伪造内容 正在为这种混乱推波助澜 5月23号 民主党政治顾问史提文·克莱默 因使用AI工具 伪造拜登的电话呼叫被起诉 借责贾拜登电话 试图劝阻数千名新罕布什尔州居民 在民主党初选中投票给拜登 拜登竞选团队表示 以组建跨部门团队 应对AI深为内容的威胁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 杰西卡·罗森沃塞尔表示 AI技术可能会欺骗任何人 使其相信不真实的事情 这些深为内容在社交平台上迅速传播 逐渐演变成一种严峻的全球威胁 迫使社交媒体平台面临识别 和防止错误信息传播的巨大压力 根据以色列社交媒体分析公司 Syabra的报告显示 社媒平台X前身为Twitter 上赞扬特朗普和批评拜登的账户中 有15%是虚假的 赞扬拜登和批评特朗普的账户中 有7%是虚假的 自马斯克收购X以来 平台一直在淡化虚假账户的情况 马斯克表示 X正在清除机器人和恶意评论者 并将追查责任人 然而 研究显示 许一 多社媒平台反而缩减 或重组了负责检测 危险身为内容的团队 马斯克在X上对拜登的移民 电动汽车和关税政策直言不讳 并计划在大选前 与特朗普举行一次X平台的直播 非盈利新智库Tech Freedom的主席 贝林·索卡表示 像马斯克这样的科技创始人 可能会通过与特朗普结盟 在监管网络言论和内容审核的斗争 终寻求优势 特朗普被刑事定罪后 按照美国法律 他依然可以参选总统 特朗普声称 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政治迫害 是竞选对手 以司法为武器来打压他的策略 曼哈顿地检检察长 埃尔文·布拉格策划了这次审判 指控特朗普 多次欺诈性的伪造商业记录 以掩盖其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 对投票公众隐藏破坏性信息的犯罪行为 法官胡安·梅尔上辈子 曾向亲拜登反特朗普的政治团体 捐款35美元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他的政治倾向性 尽管如此 最终的事实裁决是由陪审团做出的 特朗普团队表示会上诉 但如果7月11日梅尔上法官宣布 特朗普要入狱服刑 这将对特朗普和共和党造成巨大影响 韩联社报道 韩国总统尹锡悦 与塔桑尼亚总统萨米亚·苏鲁胡·哈桑 在首尔举行了重要会谈 双方在稳控关键矿物供应链方面达成共识 哈桑此次访问韩国 是为了出席韩国与非洲领导人会议 两位领导人共同谴责朝鲜发展核岛武器 强调国际社会 因严格执行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 尹锡悦对韩太两国启动双 编经济伙伴协议谈判表示高兴 并希望通过谈判推动两国贸易发展 哈桑则表达了 坦方希望与韩方密切合作 吸引更多韩企参与 坦桑尼亚经济发展项目的意愿 双方还签署了关于关键矿物供应链合作 和蓝色经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香港电台报道 印度国会下议院选举投票结束 多项票站调查预测 印度人民党及其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 将在大选中赢得绝大多数席位 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 有望取得压倒性胜利 预计将赢得大约三分之二的议席 而反对党国大党领导的联盟 可能获得125至182席 印度国会实行两院制 人民愿共有543席 赢得过半数席位的政党或联盟 有权组建内阁 官方结果将于星期二公布 中央社报道 印度大选刚刚结束 莫迪的头号对手 德里首席部长克里瓦尔 因保释欺瞒将重返监狱 克里瓦尔因贪污指控在三月被捕 但在大选前获准保释参与竞选活动 反对派联盟认为 克里瓦尔的逮捕是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政治阴谋 印度最高法院批准克里瓦尔保释 让他在选举期间为反对派造势 但要求他在选举结束后重返监狱 克里瓦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他将先拜访甘地纪念碑和印度教寺庙 然后回到德里提哈监狱 出口民调显示 莫迪有望连续第三次在大选中获胜 选举正式结果将于四伙公布 华尔街电视Warsest TV 习近平以心智生产力作为拯救中国经济的五个字 这一概念旨在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发展 而不仅仅依赖传统的生产要素 习近平强调 智能制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政府将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 扶持高新技术企业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通过这些措施 中国希望能够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 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东方日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说 表示瑞士和平峰会是结束俄乌战争的最佳途径 但对中国不出席峰会感到失望 泽连斯基指出 106个国家和机构已经签署了参加峰会的协议 但一些国家领导人仍未表示支持 他感谢美国、德国和荷兰等国提供的军事援助 特别是防空系统 并提到乌克兰需要更多的支持来应对俄罗斯的空袭 泽连斯基与美国防长奥斯汀会面 讨论了美国为乌克兰提供的安全援助 奥斯汀重申 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捍卫自由 世界日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罕见公开指责中国 指控其帮助俄罗斯扰乱瑞士和平峰会 泽连斯基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论坛后的记者会上表示 俄罗斯利用中国的影响力和外交观来破坏和平努力 他指出 尽管习近平曾在电话中承诺 中国不会介入俄乌战争 但乌克兰有证据显示 中国通过某种方式向俄罗斯提供了武器部件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则坚称 中方没有协助俄国总统普京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 这一指责标志着泽连斯基在面对中国问题上的态度 发生了显着变化 中央色 副总统萧美琴今天下午专程前往新竹 调研 因住宅大楼火警而不幸殉职的新竹市消防局 金山分队的两名消防员李永珍和周立新 并向他们的家属质疑深切的哀悼和慰问 新竹市的晴空会住宅大楼在5月26号深夜发生火警 现场燃烧的地下电缆产生大量浓烟 导致8楼的居民受困 李永珍和周立新在前往搜救过程中 因气瓶耗尽而倒握楼梯间 最终抢救无效殉职 肖副总统的调性行程未公开 并由新竹市副市长邱成远陪同 肖副总统在新竹市生命纪念园区 向两位消防员的灵堂自继 并一一握手慰问家属表达他的关心和哀悼之意 世界日报 印度大选刚刚落幕 总理莫迪的头号对手 德里首席部长克里瓦尔 由于保释期结束 宣布今天将重返监狱 克里瓦尔因贪污指控在3月被捕 但最高法院批准他保释外出参与竞选活动 他是反对派联盟的重要领袖 联盟成员指责他的逮捕是执政的印度人民党策划的政治阴谋 克里瓦尔表示 他将在今天下午 回到德里提哈监狱报道 但在此之前 他将先造访印度国父圣雄甘地的纪念碑 和一间印度教寺庙 并会见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领导人 尽管反对派努力 出口民调显示 莫迪有望连续第三次获得大选胜利 莫迪本人也确信自己已经获胜 称印度人民的投票人数创下历史新高 选举结果将于四合公布 传流员交二十亿保命 交免衡父子等习发落 近年来中共内部权斗愈演愈烈 尤其是红二代与习近平的纷争逐渐浮出随面 最新消息称 刘少奇之子刘元为了自保 已上交二十亿财产 虽然未被公开法办 但处于严密监控之下 如囚徒一般 而江泽民之子江面衡及其家族成员 也面临同样的禁语 被习近平以反腐名义严控 体制内之 秦任氏透露 习近平正通过国安委扩权 接管政法和情报特务系统 但内部暗斗激烈 多名关键部门领导神秘死亡 或失踪 海外时评人士指出 习近平与红二代之间的争斗 实质上是极权体制内的权力分赃不均 近期中共高层传言频出 特别是军队的反习放风 更加剧了习近平对军队的忧虑 三中全会前 习近平 have 故意抛出改革信号 但仅限于经济体制改革 回避政治体制改革 显示其在压力下口头妥协 但不愿争妥协 大消息 哈马斯的安好人物被活捉 6月1日 以色列军队传出重大胜利消息 疑似活捉了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 这一消息尚未得到完全证实 但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讨论和热议 辛瓦尔是哈马斯的实际控制人之一 也是去年阿克萨洪水行动的主谋 导致大量以色列人丧生 美国总统拜登提出新的加沙停火计划 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 战争将持续指所有目标实现 以军对拉法地区的持续抛击 显示了以色列的强硬态度 哈马斯对此表示 正在积极考虑停火方案 川普被裁有罪后 华尔街主义已定 即便纽约曼哈顿陪审团 对川普封口非案 做出有罪判决 华尔街的富豪们仍坚定支持川普 认为他是争取入主白宫的最佳人选 川普的减税和取消监管承诺 吸引了众多商界和金融界人士的支持 尽管刑事定罪 他们依然认为川普是最佳选择 川普利用法律纠纷 募集了大量资金 足以在竞选中 占据优势 黄仁勋投口而出 小粉红欺诈 英伟达CEO黄仁勋 在台湾访问期间称 台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引发中国网民热议和不满 黄仁勋出生于台湾 拥有美国和中华民国国籍 他的言论被中国网民视为挑衅 部分小粉红甚至呼吁抵制英伟达产品 但也有网民认为 现实中离不开英伟达的芯片 批评者显得无奈 中国芯全靠偷 华为又被抓现行 华为再次陷入商业间谍丑闻 两起窃取芯片关键技术的案件曝光 韩国SK海利市前中国籍职员 在离职前泄露核心技术给华为被捕 而荷兰ASML前中级员工窃取商业机密 交给华为 美国对中国芯片产业的围剿日益严厉 中国被迫强化供应链自主 但在关键设备缺失的情况下 技术低落后风险大增 六四三十五周年前夕 港媒头版开天窗 六四事件三十五周年纪念日前夕 香港天主教周报 时代论坛以开天窗的方式抗议 头版留白以应对当前局势 自2020年国安法实施以来 香港的六四纪念活动被禁止或转入地下 时代论坛表示 源于历史记忆的刀文 也可能惹来关注 社会已变得行隔失禁 中国留学生航拍美军式设施 被控六罪名 美国司法部以间谍法罪名 起诉中国留学生石峰云 他在维吉尼亚州造船厂拍摄 美军机密核动力潜艇 石峰云的行动引起造船厂安全观注意 警方查口其空拍机 并发现其拍摄了机密设施 美司法部罕见援引二战年代法律 显示新兴科技引发的国安疑虑 及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力争议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收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